第1594集 叶凡心中有无敌权益 并不是说他的术古来第一 更不能说超越了六道轮回权 而应该说是他彻底悟透了这种法 不再拘泥于原来的权益 正是踏出了自己的路 超脱了出来 如那天皇子 即便掌握有天下第一神灵经 到头来也不能无敌 最终败亡 只能说他走在前人的路上 无法超脱出来 古之大地 每一个人都开创了自己的道 在当时不一定古来第一 但却最适合自己 故此能横扫九天十地 一生寂寞无敌 没有第一的先经 只有无敌的人 找到合适自己的路 勇往直前开创出最适合自己的道 才是无敌的 此时 夜凡没有什么反复的变化 只有一双拳头 每一击有日月转动 在其周围万古星河流淌 任黄金鲜光灿烂 也照耀不进来 两人聚战 黄金鲜光几次倾斜过来 都被夜凡打得溃散 又倒流了回去 那水晶瓶出现一道道裂纹 在晶莹灿烂中发出碎裂的声响 最终砰的一声炸开 碎片四射 这是一种道的溃灭 是禁忌秘术被瓦解的体现 并非有一个真正的先瓶 一切都是神术演化成的 两人争雄 剧烈无比 黄金公主极其强大 看起来有倾国之姿 但却一点也不柔弱 一战射群雄 成片的黄金光扫出 遥光故地都被淹没了 似神海将士 一片金霞灿烂 真的是夜凡 天灵盖都冲出了破销的神盲 浑身每一个毛孔 都在吞吐盛辉 不是他是谁 这真的被证实了 一群人全都紧张关注 猜到是一回事 真正亲眼证实是另一回事 这么多日子来 全天下人都在议论 今日谜底才揭开 是夜凡杀了天皇子 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也唯有他才能有此战力 不然莫名又出现这样一宗高手 让人有点不能接受 连古族都只能感叹 人族圣体太强大了 堂堂一代古皇子最终被他裹带走 一战击毙 死得很不体面 夜凡回归 像是一道风暴席卷了这片高地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人们一阵骚乱 师父 难道又要走了吗 远空 夜童怀疑有些伤感 场中两人大战 这是一种奇景 黄金公主浑身一以金光 像是一个女战神般 肌肤圣雪 金丝飞舞 她撑开了一片璀璨的圣域 宛若神明 而夜凡一对金色拳头无敌 每一拳都打进场域中 在其身盘 万古星河璀璨 一道道银河缭绕 一颗颗古星转动 将她环绕中心 像是屹立在宇宙中 黄金公主强过天皇子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占到了这一步 比拼的不仅是神术 还有精神与意志 她虽是一个女子 但却有一颗无敌的心 说起真正的战力 古皇子 谁能比谁弱多少呢 但是这种自信的风采 却是各个不同 天皇子 天资应该算是绝顶 几乎可以称之为 古来最强的血脉 有天下第一的体质 但是自幼被人庇护长大 生于温室中 她的实力是极其恐怖的 但是却缺少一种斗志 在大战中患得患失 没有那种一往无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 故此她败了 从本质上来说 她好似一朵娇嫩的花 生长于沃土中 没有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而黄金公主则完全不同 她极度的自信 甚至都有点自负了 当站到白热化时 一双金铜都燃烧了起来 一个女人站到疯狂 竟是如此的霸气 许多观战者一阵阵心虚 即便是他们一群奇赏 估计也会被拍成烂仪 当的一声 黄金公主竟与叶凡对拳 响声震耳 都是金色的拳指 如神经碰撞 交织出一条条赤裂的纹络 撕开了天语 那是黄金神轮 随着一名古族惊呼 黄金公主的左眼 飞出一个神环 散发着强烈的金光 宛若在燃烧 向叶凡套来 这是一种秘术 为古皇开创 通过谋字中祭出 号称所尽世间一切敌 同皆被束缚 一生一世都难以逃离 叶凡挥拳 眉心光滑朔朔 盘坐他额骨内的金色小人 一生长啸 自仙台上站起 运转兵自绝 他没有得到过大地秘术 因为并无一部完整的古经 可是却得到了九秘中的几种 让他可占任何传承者 他将这神轮当成了兵器对付 控制他倒转而回 撞向黄金公主的眉心 想要击开 不过 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兵器 难以全部控制 神环铿锵作响 燃烧得更加剧烈了 争得一声 剑气冲销三千丈 黄金公主的幼谋 飞出一把寸许长的金剑 光滑朔天 力劈而来 声势射人 此剑一出 日月无光 山河失色 混沌气迷蒙 斩破了天雨 攻击力绝世犀利 寸许长的黄金剑 与这神环配合 两者合一 攻守兼备 当得一声 叶烦一边运转兵子绝 一边运转斗战圣法 打战此女 哄龙一声巨响 在她的演化下 九条真龙拉着一口青铜巨棺浮现 有一种镇压六合八荒的大事 这是 曾在荒谷禁地出现过的九条黑龙与青铜骨棺 叶帆曾与他们一起离开 横渡星雨 有人惊呼 此时见她演化这一秘书都露出了一色 紧张关注 哄龙一声 九条真龙腾跃而起 这是叶烦攻伐大树的体现 灵力而强绝 九条龙一起白尾向前冲去 他们撕开天地 将神轮与道剑一起粉碎 黄金天女发丝飞舞 金铜战闪电 徒手应接 叶烦大贺一声 送你一口关 青铜骨棺打开 要将黄族天女收进去 这都是秘书演化出的 但却跟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真被收押进去了 宝准会磨成一段烂泥 生不如死 当的一声 黄金族的公主一声轻齿 金色拳头打在骨棺上 声音穿金烈石 让许多人都惨叫 捂住了耳朵 轰的一声 叶烦浑身血气外溢 此时没有什么掩饰 圣体风姿尽险 超级体魄 金色圣灰弥漫 一阵烈天雨 他以拳头向上杀去 击向黄金公主的仙台 要将其元神拘禁出来 这种无敌权益 讲究的是 有我无敌 尽则生 退则死 然而 黄金公主 站得发狂 浑身覆盖上一层金色羽衣 根本就不退缩 硬汗她的六道权益 当的一声 千百次的交集 两人生死拨杀 激烈堕一抗 黄金公主的虎口都崩开了 出现一道道血迹 终究没有叶凡的权益霸裂 可即便如此 她也不退缩 毛子绽放冷电 风华绝带 一声轻笑 大黄的山川全部崩开了 乱石穿云 她斩动各种神术 配合近战 化成一团黄金光 战斗更为激烈了 趋近白热化 黄金族的天女 不仅是自信 还有一种怨气 上次黄金王大败 是他们这一黄族的耻辱 将无价神髓送出去续命 她身为古皇最宠的女儿 在金氏复生 难以接受这种事实 黄金族何曾这样 委屈求全过呢 此愿 唯有横扫圣皇子 或者镇压人族圣体 才能出 黄金族的公主 可真是强得让人发毛啊 人们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叶凡的威名传天下 这位古皇女硬拼 敢与她肉身搏杀 让人们脊椎骨发寒 黄金公主一声轻斥 金色瞳孔更妖艺了 撑起了黄金神轮 与其场域结合 将叶凡覆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将故事 谢谢